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车身侧面以及整体轮廓基本上和汉兰达保持一致 难道比亚迪也玩起了抄袭 新一代比亚迪堂 全新丰田汉兰达 当然 这不是圈哥的主观一段 据车一圈了解 从比亚迪F0到F3载到全新车型送在道远 比亚迪的车型的造型史几乎就是一部黑历史 虽说比亚迪是靠生产电池发家的 但也私下没少懒业务 比如 为丰田造模具之类的 单以国民轿车比亚迪F3为例 其整体造型还是套娃丰田华冠 而新一代堂虽然请来了前奥迪设计总监沃尔夫刚艾格 前脸有着极大的变化 但整体框架还是少不了丰田模具车的影子 不过 客观来讲 新一代堂的颜值 确实要比上一代要高很多 甚至说是比亚迪颜值巅峰也不为过 反观新一代堂的内饰 真的是简洁的 不能再简洁了 除了中控台可以旋转的12.8寸中控屏比较新鲜之外 其他设计着实没有太大的亮点 缺乏这个级别车型该有的豪华档次感 就比亚迪新一代堂的产品力 刚刚车一圈只是讲述了颜值部分 限于比亚迪以往的造型设计能力 这部分的提升 无疑对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的心理上 产生巨大冲击 当然 光有颜值肯定不够 在相应价格上的配置优劣 才是未来影响新一代堂反扑的关键 就以走量的中配 2.0T自动制连尊贵型 官方指导价 14.99万元车型为例 在配置方面 像旋径天窗 自动空调 车身稳定系统 前后驻车雷达 定速巡航 自动驻车等配置 都能在传奇GS8 哈普H9 以及荣威RX8的低配入门版车型看到 并没有太大的亮点 比较令人遗憾的是 像发动机启停 感应雨刷 前屋灯 腰部支撑等基本性配置 并没有在新一代堂上看到 看来配置部分并不使官方鼓吹的那么厚道 虽然新车全系标配的是 2.0T发动机 但是对比来看 其动力参数表现在同级车型中只能说一般 另值得一提的是 新车全系皆为两驱车型 而竞争对手如传奇GS8 哈普H9 荣威RX8等车型都有配备 由此可见 四驱车型的缺失 很可能成为比亚迪唐销量增长的短板 在车一圈看来 比亚迪新一代堂在颜值上 确实有着质的提升 在价格方面相比竞争对手也有一定的优势 给一些自主厂家和部分消费者带来心理上冲击 但并没有网友所说的国产中型SUV市场即将面临大洗牌那么夸张 毕竟除了颜值之外 更多人还会考虑品牌影响力 产品的综合实力 以及未来的口碑 而这些因素将是影响新一代堂进一步提升的关键 至于未来销量到底如何呢 我们还是拭目以